老一辈的人,有许多人都喜欢吃面食,吃米饭,大碗大碗的吃,不吃撑,不过瘾 现在的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喝奶茶,喝可乐,一杯接一杯 为什么停不下来呢?这分明就是有瘾嘛 我们说抽烟喝酒会上瘾,吸毒会上瘾 多吃了米饭,多喝了可乐,这个也能叫做上瘾嘛 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工作的 我先打个比方,假如说你现在口渴了,你要去喝水 你知道你应该是喝一杯水呢,还是喝三杯水呢? 你肯定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啊 你的身体会计算出来的,需要喝多少水 当你喝够了,他就会告诉你,停,停 你已经喝够了,不要再喝了,再喝就会出问题了 瞧,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内在的平衡机制 它在人体的每一个功能,每一个系统里面都发挥作用 它不会让人体的生物参数偏离标准的 没有它,人体就会生病和死亡 这个就是生物学的负反馈 就像你的车,如果你的车只有一个油门 你敢不敢开,只能动不能停,那肯定完蛋嘛 当某些东西不是人体所必须的时候 它通常不会有负反馈控制的 让我们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酒精不是人体的必须,我们喝酒是为了享受 是吧,它可以使我们感觉到愉快 因此没有反馈控制 那喝晕呢,不算反馈控制 在没有喝晕之前,阻止你喝晕才算反馈控制 因此呢,我们过量饮酒是有可能的 当你长期过量饮酒的时候 虽然说你得到了快乐 但是你损害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是吧,既然无法通过人体的自我调节 去保证安全,要保证愉快 我们只有人为的去设定一个参数 例如,每天只能喝25克酒精 超过这个就是不安全的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 是吧,我们可以做到 但是你不能用水去做同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今天决定晚上要喝12瓶以上的啤酒 我绝对可以做到 但是我不可能在同样的时间里面 去喝下12瓶水,对不对 因为我的身体不允许我这么干 是吧,这个就是平衡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去理解 我们为什么会变胖 其实呢,我们不是因为吃食物而变胖的 请一定要记住 因为食物是我们必须消费的物质 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会生病,就会死亡 而当我们谈到食物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反馈控制 我们的胃肠道和大脑会通过神经系统 还有激素连接到一起 当你吃饱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撑不过 还有恶心 你的大脑会告诉你 停下来,你已经吃不下去了 说到这里,我又要先举一个例子了 如果你饿了 我带你去吃一餐好的 牛排,三文鱼,还有澳洲龙虾 这些东西随便吃吧 是吧,好吧 如果你吃饱了,你肯定会停下来 无论我再端上一盘多么贵的鲍鱼摆在你的面前 你估计看到了也会想吐出来 如果再过五分钟,我说 再来一瓶格勒 一个甜筒冰淇淋 或者是一袋薯片 你肯定不会拒绝 你难道真的有两个胃吗 是吧 一个装肉,另外一个装甜食 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吃东西呢 你想过没有 为了滋养我们的身体 我们没有办法合成维生素 所以我们必须吃维生素 我们没有办法合成矿物质 所以我们必须吃盐 我们没有办法合成必须的脂肪酸 和必须的氨基酸 所以我们必须吃肉 尽管我们的血液里面含有糖 我们也可以通过肝脏 去合成葡萄糖 所以我们必须吃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不是人类饮食的必需品 而且因为它们不是必需品 所以我们没有反馈控制 所以你可以像喝酒一样 吃下去更多的碳水化合物 吃下去比真正的食物更多的量 而身体不会阻止你 一旦你经常吃过量的碳水化合物 你就会变得肥胖 并且生病 因为长期吃过量的碳水化合物 就相当于吃过量的糖 过量的糖进入到你的血液里面 使胰岛素失去控制 最终你得到的就是肥胖 糖尿病还有代谢综合症 我们人类非常的聪明 为了不至于饮酒过量 我们量化了应该喝多少酒 为了不至于肥胖 我们创造了一个数学系统来衡量热量 你看一看 吃脂肪和蛋白质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可以控制吃多少 我不需要去计算什么卡路里 或者是分量什么这些东西的 我可以一直吃 吃到我自己感觉的饱为止 我的身体不会让我得病的 但是碳水化合物不是人类的必需品 因为我们没有反馈控制 我们需要通过计算卡路里去进行干预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不吃碳水化合物 那么卡路里和分量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你就回到了饮食的自动驾驶模式 人体会控制你吃多少 这个就是生酮饮食的基础 只要你不吃碳水化合物 你就不会暴饮暴食 一旦你理解到了这一点 你就可以为自己的健康 开一个好投